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啊 哈喽哈喽 今天呢 我五条关带大家来看一下 环球电子游戏文化博览馆 今天在天府红购物中心 正式开馆 那咱们今天过来给大家看看 今天开幕仪式 顺便看看新馆呢 到底有什么变化 来就这啊 那现场呢是非常热闹 感谢小伙伴们的捧场 好的 开幕仪式呢正式开始了 首先是天府红新总致辞 其次是吉他堂堂主 Joystick致辞 接下来呢是剪彩仪式 接下来呢就是合影时间 来三二一 小伙伴们能找到我在哪吗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 陆续应馆参观的时间了 馆内呢 堂主给大家一一介绍他藏品 可以看出来 他对游戏文化非常热爱 堂主藏品非常的多 小伙伴们有没有认识 能认出这些藏品 是黑童谷歌大佬 感谢大佬的支持 小伙伴们还认识这个 目睹了一切的猫眼林克吗 这块展板呢 记录了环球电子游戏文化博览馆 参与过的各种活动 那么博览馆的一角呢就是体验区 现场呢有很多小伙伴在这里体验复古游戏 诶 这刚好有空位 那我就来体验一下早期的吃豆人 那么小伙伴们有没有玩过这款吃豆人 有的话呢在弹幕上扣个1 拜托 你很弱耶 诶 这有个好东西 都给 这次看到我们这边的博物馆 你现在觉得感觉怎么样 成都终于有这样一个地方了 我说实话啊 就你知道电子游戏机这个文化这个圈子 其实就其实也不算特别大一个圈子 但是真正有人去从第一世代到现在 所有市场的游戏机把它放在一起 做成博物馆的没有 没有见过 包括以前我们那会儿就买什么PST 买什么游戏机都去电脑城或者怎么样 但现在这些地方就是不知道是因为地润的原因 还是怎么样 很多人都没有在做这个事情了 反而现在 这些地方有人把这个博物馆给做出来了 这些游戏玩家真的是一个福音 好的 经过咱们这一轮的观赏和体验 咱们也在这全新的环球电子游戏文化博览馆中 了解到了不少的主机游戏历史和小知识 那么同时也感谢这么多大佬 利临现场 最重要的是 本次展出的是有实现的 喜欢主机游戏历史的小伙伴们 抓紧时间 千万不要错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